各位伙伴好,我是来自花莲刀香国小的邱文胜老师 我是Open Source Education教育鬼的连讲人 我的题目是全民城市时代 国民教育阶段开源创客教育之路 那副标题是 你想教出顶尖的工程师 还是开创时代的托瓦尔德 好,那我想各位应该很少人认识我 我是明星工专电子科计算机组毕业的 电子电路跟程式设计算是我的基本盘 那武专毕业之后呢 我有去工作过一段时间 那后来当兵完之后 去考了静怡大学的应用数学系 插班,然后还好有准时毕业 毕业之后呢就到业界去工作 然后再进入教育界 那在进入教育界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国小 当国小老师是需要教育学分 所以我才去考教育学分班 那很幸运的在第二次的考试 考上了花师的教育学分班 那修完之后呢就代课抵实习 因为我是一边代课一边去修课 那修完之后就直接转正式 那么所以我从这个武专时代开始就在外面打工 各式各样的工作 然后后来才因为老婆的关系转战教育界 到花莲去工作 那我目前呢是在花莲的教育处 协助教育处来推动科技教育的部分 那么讲到我的经历呢 因为在武专的时候 我就已经在外面打工 虽然还不算自给自足 但是我做过很多各式各样的工作 从小补习班的老师 导师 一直到这个电脑公司的 Sales 然后讲师 维修工程师 到科技公司Canel的这个印表机的维修工程师 或是我也在饭店做过服务生 端过盘子 然后也在生产线待过 那也在其他的一些公司行号 像比较高科技的IC信用卡的研发部门 高科技的公司 还有补习班待过 那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因为在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 原本在台北松江路的一家叫三合行 那个坐电梯上去都还要刷卡打密码 才可以进去的 专门做银行信用卡的RD部门 研发的一个工程师 那去不到三个月 因为老婆的一通电话 我就转站到花莲去当了国小的 资讯教育的老师 那这中间的过程当然是非常离奇 不过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去讲这些故事 那我进入教育界之后呢 从一个代课老师做起 代课老师又是资讯专长的 一定会在公家的学校里面 兼办很多的业务 那所以从资讯老师 除了上课之外 会兼办导师 兼导师 兼行政业务 然后到兼组长 到兼主任 甚至连人事的业务我都有做过 通常每一年都是兼两个到三个职务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大部分都是以科任为主 那主要教的当然就是电脑课 那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专长 那从以前自己学校的课程之外 那教育处也让我们去包一些专案 所以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学校 办一些相关的研习 尤其是在行政资讯融入的 的一个 或者是教学资讯融入的一个研习 那当时呢 都已经做到直接统包 就是直接给你多少的coda 让你去经办整个相关的一个研习 做到一个统包人 然后由于在Squatch跟Arduino 开始红了之后呢 我们也在县市做相关的推广 那在那时候为了县市里面 为了要推广这些开放硬体 这个Squatch程式 那于是我被戒掉到教育处 这个是102年的事情 然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就升格为这个县市科技教育的 一个推动者 然后在四年三四年的时间 就把我们花莲县的整个科技教育 跟我们的团队 让花莲的科技教育 站上了全国科技教育的巅峰 然后到四年之后 因为戒掉其满的关系 法令的问题 那我就暂时先编制上 先回到学校 那但是呢 还是戒掉在教育处 做一些相关的协助工作 那我个人的专长呢 当然就是最常用到的心智图 所以我都叫自己叫做心智图魔人 那我的心智图跟一般商用心智图 是不一样的 我强调实战的运用 然后另外就是新课纲里面 有一个叫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然后还有各式各样的学习法 早年我也追随红蓝 追随这个各种各式各样有用的 知识学习的一些方法 那我的专长当然就是用科技的方式 把最好用 最能够融入教学 融入行政的方式 把这些重点提炼出来 变成自己的一个万用的心法 那我的工作的部分的专长呢 大概就是一些教育行政 科技融入的一些推动 然后开放式软硬体的推广 还有在线的层级上面 做一些执行推广的 一些战略的参谋跟执行者 那在人脉的整合 资讯的整合 跟对学校的一些资源的部分 我通常可以有办法 可以创造这个双赢的局面 那所以我们合作的单位 不管是业界还是学界 我们都可以营造这个共同的利益 达到双赢的地步 所以很多的企业喜欢跟我们滑连线合作 那另外一个专长就是 我因为都聚焦在国中小科技教育 所以不管是在推动的相关的软硬体 我都会特别的去检视过 那如果说这个东西稍稍的困难 那我会把它弄得很简单 那如果这个东西是已经简单到 可以直接放在国中小 那我们就会在国中小里面 设计一些有很棒的策略 直接去做推动 那所以简单的来说 我的专长就是别人做不到的 我可以 那在国中小呢 在我86年进教育界的时候 会观察到很多奇特的现象 在教育单位 各式各样的工作 不管你是文书还是教务 还是人士还是熏育 所有的老师 甚至即使是班导师 他都需要科技的能力 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慢慢在资讯化 那所以业界也是一样 你不管到哪一个工作场所 资讯的能力通常都是很重要 很重要的能力 可是在真实的一个教学的情况 在国中小资讯课却是一个最不被重视的课程 常常我们去 我当主任的时候去寻堂 你会看到有各式各样的老师 在上科技课的时候 甚至是放生 或者是一个商用软体 教了整年 都还没教完 这样的一个很离奇 很奇怪的部分 那你说没人管吗 真的还真的是没人管 教育处也不会去管你 这个老师怎么教 校长也不懂 也不太管 大部分 我想大部分应该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但是对于一个真正努力的老师 真正认真的老师 尤其像我们这种 专业领域进来的老师 我们对科技教育的要求 一定是有我们的要求 那所以像这样精进的老师 他是在自己的资讯课程里面 是很努力的 那从早期 我们刚进教育界的时候 那时候大家都在教商用软体 简单的说就是 例如像office 非常好设这一类的外面的商用软体 后来经过一些慢慢的检讨之后 我们会发现学生的能力 才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们开始把它做一些整合 变成了主题式的教学 举例来讲 比如说我们希望这个学生 能够做一点研究报告的话 那我们就会把这个研究报告的能力 把它拆出来 可能前面电访的阶段 我需要先用录音笔 然后录音笔要需要用音效处理的软体 去把这些音讯跟文字给截取出来 然后要之后要做成PPT或者要剪辑成影片 然后再去做一些沟通报告 那甚至呢 你在规划的阶段要使用一些新制图 去规划你的整个专案的内容 那所以我们会从一个主题去下手 也就是所谓的PBL的教学 这样一个主题性的方式去做下手 所以这时候就稍微比较跳脱 以前软体式的技术性的教学 变成一个比较稍微整合能力的教学 但是呢 到这个阶段为止 都还是属于使用商业软体的一个部分 那这个观念呢 一直到在国小曾经有一个阶段 在推自由软体 好像是八十多年 八十几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第一次听到这个Eric的演讲 我觉得非常的震撼 原来在商用软体的世界之外 还有一个这么自由的世界 这么多元的世界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我们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尤其这个教育 国家说穷不能穷教育 但是往往都是穷 就先穷教育 所以在教育上面的经费 往往是不足的 尤其在科技领域 这经费都是拿来买硬体 没有人在买软体的 所以那时候在这个之前 几乎大部分的老师呢 他其实是不太管 这个著作权这个问题 所以教室里面有的软体 如果教育处没有买的 那通常就是老师自己处理的 那至于怎么处理的 那时候完全没有这个 所谓的合法性的概念 那学生呢 我们也都不会跟他聊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用这种方式去上课 上了有时候我们自己都很心虚 自从有了这个自由软体 这个概念之后 我们知道说原来很多的软体 都有这个自由软体 有其他的选择 那甚至有的自由软体 它是功能更为强大 或者是一般商业软体 是根本没有这样功能的一个部分 那所以我们从那个时代 拓展了我们的视野 所以我其实个人非常崇拜 Eric 包括Franklin王 那这些经过这个自由软体的洗礼之后 我们开始意识到原来世界真的很大 那所以我们开始会把我们的一些 以前不合法的方式 全部把它转成合法的方式 那再更进阶的 我们就会让学生知道说 当我叫比如说我要使用到文书软体的时候 那我会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比如说如果你有钱你要买office 那或者是说你觉得这个LibreOffice 可以满足你的使用 基础的使用 然后你也没有多余的这个经费去购买的话 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绘图的功能 那其实像自由软体很好用 Inscape之类的 那我们就会希望把学校的这些教学的内容 软体就做一个改变 直接跳转到自由软体的身上 那一方面是我们不用再负担那个费用 二方面这是完全的合法 好 完全的合法 然后学生也不用担心说自己回家 没有软体可以使用 那当然第三方面最重要最重要的 其实是一个选择的概念 这让学生让老师知道说我还有其他的选择 好 所以在那个时代之后 我们就把自由软体给纳入了学校的教学 那一直到最近 最近新课纲这一两年新课纲的提出 那我们可以从新课纲里面的精神核心去看到 学生的教学他需要学到的其实是能力 跟他用的工具 选择的工具 其实不是那么的相关 不是那么的相关 所以换句话说 你可以用任何可以用的工具来达到你所需要的功能 所以于是我们的教学又转成了这个以能力为主 以素养化学到生活的能力为主 那这里面会带到两个很核心的观念 我们之后会讲 所以在这个整个变化 国小科技教育变化的过程中 从商业软体到主题性的教学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是传统 传统的概念 然后自从自由软体这观念进来之后 我们就是有了自由的选择 除了软体的选择 软体的这个选择变多了 我们自己的选择也变自由了 然后一直到我们新课纲的能力的教学 这后半段才是真正的教育 才是真正我们所谓的真正的教育 那这个中间的转变 其实就是在自由软体 就是在自由这一件事 跟开源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想自由软体这个概念 进到教育界之后 是让我们教育界引起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那这中间很关键的三件事情 刚刚有讲自由软体的观念 进入教育界 这是第一个改变科技教育的部分 那第二个呢 在科技教育比较实质的内容的部分 那在88年呢 Squitch开始在国小国中推广之后 那Squitch我想各位都知道 是MIT的都媒体 国小都媒体的这个去发展的这个Squitch图形化的 然后有多国语言的一个城市积木 那本来他是用来教这个艺术 音乐 可是后来发现他用来教写程式的逻辑 非常的好用 那所以他就进一步的发展的越来越强大 甚至到后来呢 连开放硬体都可以控制 各位想象一件事 以前我们要做 要发明一个真实的世界中的一个装置 你可能需要到专科以后 要学过电子电路 甚至学过这个机电的概念 机构的概念 然后还要会写程式 写西语言 写组合语言 你才有办法真正去发明一个实体的 在生活上面可以用的一个东西 可以创造出一个东西 可是自从这个Squitch 自由软体加开放硬体 Arduino进来教育界之后 他是完全不需要任何基础 就可以学习 可以使用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进来之后 你会发现 我们开个课 上个三小时的课 学生就可以去发明一个 很具体的一个物件 放在生活里面使用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科技教育这件事情 就发生了这个很质量上的改变 那所以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转变期 那一直到最近新课纲的核心 在科技教育的核心里面 他有两个很重要的名词 一个叫运算思维 一个叫设计思考 那这两个都是属于 小朋友学到之后 能够素养化 变成生活里面技能的 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那其实这两个方法 都是不限科技领域 可以学的 可以用的 所以这三件很关键的事情 现在正在改变 我们的科技教育 那讲到全民学程式 这一件事到底对不对 那在讲这个之前呢 我想很多人一定说 对啊对啊这个就是全民要学的 但是如果问你为什么 讲不出所以来 或者你只能很简单的讲说 我们学这个其实就是为了要学逻辑 但是你真的要去解释的时候 你又解释不出来 所以面对家长的质疑 我为什么要学程式 我这个小孩 我是念文组的 我是学语文的 我为什么要学程式 我这个小孩 我继承家产 我以后就是经营家族事业 我为什么要学程式 我这小孩 我毕业之后 我要去服务业工作 那我为什么要学程式 所以很多人对这个全民学程式 这件事抱了一个很大的质疑的态度 而且呢 你又 你再回推到真实的世界 回推到我们以前的教学 你想想看你高中学了微积分 大学学了微积分 你现在到现在你30岁40岁50岁了 你有真实的把微积分用在你的工作上 用在你的生活上的请举手 我想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少数 非常非常的少数 因为除非你是做跟科学有关的工作 那你才会用到这个微积分 这种事情 那所以回过头来想 在教育上 如果你把时间花在你永远用不到的东西上面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时间节省下来 去学你将来要用到的东西 这样不是才是教育的本质吗 事实上国外的教育也是这样的一个看法 那所以回到全民学城市这件事情 如果你身为一个老师 你的班上有30个孩子 我们就用这30个孩子来跟各位做说明 根据劳动部的统计 学生大学毕业之后 真正会从事自己的那个科系那个领域的城市这个部分 资讯领域的这个部分 只有十分之一 也就是说 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里面 真正会走进到资讯相关的这个领域 我们假设这个不管你是学只要碰到电脑的碰到电的碰到这个资讯的 我们都把它算在他有可能用程式好了 把这样全部都算进去之后这样的人只有占十分之一 那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 我们从国小中年级开始教电脑 中年级高年级四年 然后国中三年 然后高中三年 到现在的大学一年级还有通市 全民要学城市 所以学了这么多年之后 你发现将来只有十分之一的人有用 那对这十分之一的人来讲 你那个班30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人 未来是走这条路的 对他们来讲 非常的棒 因为我多学了好几年 但是对那另外28个人来讲 是不是在浪费他们的生命 所以回到全民学城市这一件事到底对不对 我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但是我会跟你讲 就字面上来讲 我觉得它是不对的 那到底要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那当然有人会说 我们学城市是为了要学逻辑概念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懂逻辑 会思考 对不对 这句话完全没错 但是你再回头想一想 你去看看国中 国小的资讯课 电脑课 我们的课纲 科技领域的核心 最后是要教会学生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这两件事 那这其中运算思维是用科技解决问题的方法 设计思考是在情境中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这整个流程 好 那课纲这样定 但是请你回头看看你的国中小的老师 在科技领域教这个科技课的时候 他有没有教到这件事 你会发现没有 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只有教你写程式 教你使用一些工具 教你创课 教你3D 教你雷切 都是教纯技术的东西 那如果你教的是纯技术的东西 你觉得小朋友在上课的时候学技术 你希望他长大到社会之后 他能够把这些技术直接用在生活上面 你觉得这个几率高不高 其实一点都不高 为什么 你教学生A 希望学生B 你以为每一个学生都是周星驰吗 会自己悟到吗 自己突然就开窍了 这样的学生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我个人主张是 你要教学生这样的一个运算思维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你就应该直接把运算思维的一个方法 直接教给他 而不是纯教程式 然后最后希望他自己领悟运算思维 好 那这一件事我们待会再来提 好 那什么是教育 各位知道教育的真相吗 教育其实是为了人类的经济发展活动 的前面的准备阶段 那所以我们在定课纲的时候 都是像什么世界经济合作组织这一类的机构 他在提出世界人才需求之后 那各国就会去参考这个人才需求的标准 再去修订自己国家的课纲 这个就是教育现阶段的做法 也是课纲定定的一个做法 那各位知道我们的国家的教育前面 国中国小是属于国民教育的阶段 对吧 那国民教育各位知道什么叫做国民教育吗 国民教育的精神 是在培养孩子未来出社会 所应具备的基础生活能力哦 不是职业能力哦 那职业能力是在什么时候培养 是在技职阶段 在高教的阶段去培养就业的能力 所以就我们国中小来讲 我们所应该注重的是他的生活能力 而不是技术能力 而不是职业能力 所以你再回过头来看看 科技领域的课纲里面 科技领域的核心 有这几个关键字 运算思维 设计思考 那这个刚刚有跟各位讲过 那素养导向 什么叫素养导向 就是你教的东西 必须是学生 以后能够遇到问题 可以直接拿出来用的 他会直接应用的一个能力 这个叫素养导向的一个转移 然后还有自主学习的能力 所以小朋友以后要能够自己 学习 要能够有自己学习的能力 然后要能够发挥创造力 然后还可以自己动手做 可以自己去解决问题 这个是我们新课纲里面的几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字 那在这样的一个新课纲的一个核心下面 我们花莲 各位知道在新课纲提出来之后 国小在课纲里面是被科技领域是被移除掉的 所以换句话说科技领域是在国中才出现 那国小就没了科技领域 搞什么鬼 全世界都在重视资讯科技的能力 为什么台湾 把国小科技教育给拿掉 对没有错 就如同各位的抱怨一样 的确世界是这样在走 但是台湾的教育违反了世界的走向 世界的趋势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在107年各县市就纷纷自救 因为中央一句话 他说国民教育是属于县市政府的范围 中央没有强制性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 国中小各县市开始在自救 所以我们花莲在这个时候 也做出了我们的花莲的新的架构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叫新武力 那这个武力呢 前面我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武力 第一个是因应未来的快速自学的机 动机跟能力 也就是说 时代是快速在变动的 我们现在教的东西 不一定适合未来的需求 所以如果我们教出一个小孩 他能够很快速的 能够有自己学的能力 那这样子的小孩 不管你未来怎么变动 他能够快速的去因应 快速的去 因应这个变动 那第二个叫跨时空 跨领域 自由自在的工作能力 那也就是说 我们需要他的是一个远距的 云端的一个工作能力 写程式的能力 如果有这样能力的一个孩子 他未来就不一定要东南西北飘 他可以在他喜欢的地方去住下来 然后甚至拿个笔电到海边 只要我手机有网路 我走到哪里我都能工作 只要你具备这样的一个云端工作的能力 写程式的能力 那你就有机会 是一个自由人 这是第二个能力 第三个呢 就是能够融合当地人文 跟科技的创 创意创造力的这样的一个人 也就是说 刚刚我们那个自由自在工作能力 是你不用去找别人 就能够有工作 但现在这一条呢 是人家必须要来找你 你有你的独特性 你的创造力 那这个创造力又是别的地方没有的 只有你独有的 或者你只有当地独有的 那这样子就必须人家来找你 那所以只要是这两种 你都不用考虑以后将来没工作 也不用考虑什么东南西北漂 那第四个当然就是 你有系统性思考的能力 也就是面对问题解决 发现问题跟解决问题的一个 系统性思考的能力 这当然就是我们的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然后最后就是 你有人际沟通团队分工合作的一个 协调的能力 就是我们的沟通跟合作的能力 那这五个例呢 下面三个就是我们现在教育部 所提供的一个叫做五西的关键能力 那上面两个呢 是我们当时候就规划进来 教育部并没有把它放进来 但是从这两年的疫情 各位就非常的了解 我们其实花莲县已经超越教育部的课纲 已经把这个愿景给放进来 那这个是花莲县的努力的部分 所以我们进一步把这个架构给定出来 那因为国中小的资讯课 国小资讯课的部分 它是只有每周一节课 中年级开始每周一节课 那所以时数也不多 那因此我们把旧的传统的那些资讯课的内容 就把它浓缩浓缩 精简到再精简 那只留下一些通用必要的能力 跟符合时代需求的一些基础能力 这些留着之外 我们把一半的时间拿来教新的城市跟创客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教城市跟创客的能力 能够培养出它的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的能力 然后同时培养它的创造力跟自主学习 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我们都已经有一些具体的方法 而且很简单的方式 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转换 那这个有机会我们再跟各位做分享 那么当你有了这些东西之后 教学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就先来了解一下 就是如果你要做科技教育 现在课纲的核心是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 那所以我们先要知道什么叫运算思维 运算思维呢 简单的说 它就是用科技的思维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这里面呢 包括五个东西 一个叫演算法 一个叫资料表示 系统拆解 抽象化跟模式识别 好那我们这边不是一个宣导学术的地方 那而且在学术的东西 通常在国中小也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我这边呢 就用白话跟案例来跟各位解释一下 这个运算思维有多么的重要 好首先演算法 好通常那个高教跟计教阶段 在讲运算思维 他们只会提到演算法跟资料表示 好资料结构 好资料结构 那事实上呢 在国中小 好在国中小他的 呃 他并不需要那么的职业导向 所以我们国小不只有演算法跟资料表示 另外三个 好也是更加的重要 那我来稍微解释一下 好 那基本上演算法就是 解决那个问题的步骤跟方法 你把它排列起来 逗出那个步骤 SOP 这个就是所谓的演算法 好 所以当我去解决 呃 比如说包种子的这个问题 那我第一个 那先准备材料 对不对 洗干净粽叶 然后把料先炒香 炒香之后才包进粽叶里面 把它绑起来 好 然后再来拿去水煮或用电锅蒸 好 蒸出来就可以吃 那这个就是端午节包种子的演算法 你只要照这个步骤 就可以完美的解决包种子的事 好 所以这个叫演算法 那在资料表示的部分 好 我想更直接就是 呃 如果假设你的老板需要看年终 需要看报表 那如果是一个没有这个资料表示能力的 的这个部署 他可能就会把试算表 直接拿给老板看 如果说这个老板是快筒专业 他可能看Excel表 好 看Notice表 他就直接看得懂 那当然没有问题 对不对 可是如果今天 你的老板是一个 好 年薪150万的完全不是专业的 的一个工读生 那这时候呢 他看你的报表 他一定看不懂 你还要跟他解释说 这个是今年的净利 这个出来才是今年的实际赚多少 然后这是花掉的资本 什么什么 你要跟他解释一大堆 那比较厉害的 比较懂资料表示的 的这个经理 会跟 会直接把这个试算表 一堆数字 把它转换成图表 转换成图表 那比如说那个股票 那你就会知道说 什么时候涨 什么时候跌 比如说那个营业额 你就会发现 从那个图表 一眼就可以看得出 为什么 七月份电脑卖得特别好 那你再去探究原因 分析一下资料 那你就会发现说 原来大家学生都放暑假 放暑假一堆人要打电动 加上疫情的关系 那所以当你知道 从图表可以分析出 趋势之后 甚至看出那个原因之后 你就可以去做加强的行销 那你就可以获得 更好的业绩之类的 那所以当你会资料表示的时候 你就会具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当然更好的就是 如果你是专业的经理人 他还会把这个图表 转换成趋势 甚至直接告诉老板说 根据这个所有的资料显示 你明年度就是直接投 联发科跟台积电 就是买个三年就没错了 你就这样跟他讲 对于一个完全 完全不懂资料 完全不会会计的一些老板 小白老板 那至少他也知道该怎么做 或者甚至你跟他说 A案 B案 C案 A案这个结果会是怎样 B案需要付出什么 然后会有怎样的收获 让老板自己去做选择 透过这样的一个资料表示的呈现 或者透过一些资料表示的转化 比如说这是要服务这个听障的人 那你就知道要把声音的讯号 变成视觉的讯号 像这一类都是算在资料表示里面 都算在资料表示里面 那系统拆解更厉害 就是每一年去新的班级 第一件事就是要选鼓掌 为什么要选鼓掌 因为总不能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自己做 自己会累死 那所以我如果第一天把鼓掌搞定 要解决这个体育课 大家运动健康的事就交给体育鼓掌 要管秩序我就交给风气鼓掌 要收钱就交给总务鼓掌 要收作业就交给排掌 当你这样做一个系统拆解之后 各部门的分工就会各就定位 那每一个小组都做好 每一个鼓掌都做好他的工作 你这个班的班级经营就会非常的棒 那各位在业界 当你接到新的案子来 如果那个案子一看就很可怕 你没有做过的 那你一定一开始会很焦虑 因为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甚至这个忧郁症会发作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学过运算思维 你知道有一个东西叫系统拆解 你就会把这个活动 比如说叫你办一个全国竞赛 你就算没有办过 你也看过人家比赛 那知道会有交通的部分 会有伙食的部分 会有竞赛规则议程的部分 会有那个来宾接待的部分 那你就把这些 把组别切出来 然后各找一个组长安插进去 然后跟他说下个礼拜 请各位先拧一下简单的草案 我们下个礼拜再来讨论 那这时候你把工作分出去 系统拆好之后 大问题是不是就化成小问题 对于那个小组长来讲 与其我给你包整个案子 不如我只负责交通这件事 他也觉得很愉快 因为他可以解决 他可以很容易的解决 解决他的问题 那对于你来讲 我案子全部都切割好分出去的 我的压力也不会这么大 那接下来你只要去监督各个小组的执行 去做一些沟通协调 然后确认各组的玩 在时间里面去完成各组的工作 那你是不是整个各组都做好 你的大的活动就办好了 各位这个就是系统拆解 那抽象化呢 他是一个很重要的抽取关键 抽取重点 抽取架构的一个能力 你要在茫茫的大海里面 去找到你要的东西 比如说学习阶段 最重要的东西 当然就是知识的学习 那所以当我在学追堆知识的时候 我如果可以很快的浏览 很快的抓出重点关键 甚至很快的可以把架构组织起来 那他就会能够很快的变成我的智慧 那所以我们在写程式的部分 就是你可以把一些共通的架构 比如说我在发射飞弹 那发射小飞弹跟发射那个大绝招 他是一个飞弹出去 跟变成三个飞弹 跟变成五个飞弹 他的模式都是共通的 就是出现飞弹 然后copy几个数量 然后转一些角度 然后往前前进 这个是你把共通的动作都抓出来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一个副程式 那这个副程式就是你抽象化的结果 那包括我们在上数学课 你在一堆混沌之中 推出一个推导出一个公式 这个也是抽象化 也是抽象化的运用 那所以抽象化的能力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去业界也是一样 你在了解一个事情 分析一个事情的时候 你也是要去找一堆蛛丝马迹里面 去把重点的关键给抓出来 把核心的概念给抓出来 这个东西就叫抽象化 那在模式识别呢 这个更是大家常常用 你会发现你如果去交接一个新的工作 那你就会问前面的人 这个东西怎么做 这时候他会拿给你一个卷宗 跟你说如果要办这个事情 就照这个卷宗的里面的事情去做 那上数学课的时候 老师跟你说 如果要算面积 就请你套长城与宽的公式 那你去外界你要处理人际关系 你去买那个雪行星座的书来看 AV型的人就是很龟毛 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我在面对他的时候 我要怎么处理 像我老婆O型的 所以我就知道说 O型的人他的脾气来得快去得快 所以你在跟他纠结那个问题点 是没有用的 所以以后遇到他生气 你就闪远一点 或者是左耳进右耳出 因为当他发完气 他生完气之后 隔天他就完全不记得了 所以你跟他在那边纠结 十天半个月 是在伤你自己身体而已 所以这个都是模式识别 也简单的就是说 你遇到什么情况 可以套用哪一个方法 那所以我用白话文 跟各位解释的这五个能力 运算思维里面这五个能力 各位这五个能力 不是只有写程式用的到 你会发现他就是生活上面 拿来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他是一个生活上 都能用到的能力 所以我们平常在教 资讯课的时候 其实我应该是 教了一个小主题 我用写程式 比如说写一个小游戏 或者我教创客 我教Arduino 我做了一个小东西 做了一个小功能 做完之后 我是不是应该跟小朋友 来归纳整合一下 我们刚刚学这个东西 在开始做之前 是不是有跟各位 做了一点分析 是不是有拆解出 各个不一样的系统 比如说这是按钮的输入 然后这个要配上音乐的部分 然后你这是怎么运作的 是分了好几个部分 对不对 你的外观 你的设计 你的机构部分 所以你跟他分析了这些之后 然后告诉他说 各位同学 所以当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要先做系统拆解 这样有助于你把整个大问题分析 分拆成小问题 然后你就可以各个击破 各个击破之后 你的道文群就解决了 那这个就是系统拆解的能力 所以呢 你我们虽然上课是在教 阿堆奴 但是呢 你事实上 你在生活上面可以这样用 然后进一步呢 你就可以给他一个生活上问题 让他去学习怎么拆 比如说 那我们就 期末的营油会 就交给各位同学去规划 那他是不是就可以学到 运算思维的能力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讲一下 什么叫设计思考 设计思考是我们科技领域的 深刻的部分的一个重要能力 那你去看这个设计思考 思考的流程 你会发现 在后面 这个中间后面 有一个主题 一个概念 然后后面去实验 就是直接去把它做出来 做出来之后 有回馈 再进化 所以中间后面 这一个部分其实 是可以用运算思维 去做处理的 它是在解决一个问题 那可是呢 运算思维没有的 就是设计思考的强项 就是前面这两个部分 也就是说 你必须从环境里面 去发现问题在哪里 哪里不顺 哪里怪怪的 那个地方 就是你的机会 所以我当我有这样的一个眼光 去观察到这些机会的时候 我要怎么去确认 那些问题的核心 到底在哪里 然后我怎么样可以解决它 这两个是运算思维里面 运算思维里面没有的 那也就是说 这两种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如果你能够教到设计思考 能够在教你的专题的时候 教你的程式设计 或者是创客设计的时候 你能够把前面那一端也带进来 那这个小朋友是不是就有一个 可以自主创造的一个探索 跟发现问题的能力 那你会发现 从刚刚 从刚刚我们 从最传统的科技课领域的教材教法 然后到传统的技术的教法 到现在教了运算思维 跟教设计思考 你的学生会变成怎样的一个孩子 如果你只教传统的技术 你只教程式 或者你只教创客 学生了不起 最了不起 就是做RD部门的总工程师 对不对 最了不起嘛 技术再厉害 就是做技术的头嘛 那可是如果你在教技术的同时 你教到运算思维 教到让他学会各种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他有可能会成为什么 各行各业的领袖人物 甚至是经理 CEO 为什么 因为任何的问题到他的手上 他都有办法解决 他都可以处理 所以这是学运算思维 你将来小孩子就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如果你让他学会设计思考 那他有可能会在环境里面去发现问题 然后就可以创造出需求 甚至创造一个新的时代 开创出一个新的时代 那这两个完全不一样 就是因为运算思维是解决问题 那前提是 你必须要有问题才能解决 你只会解决问题 那必须要人家给你问题 所以你了不起是一个经理 了不起是一家公司的老板 但是如果你真的会设计思考 你是无中可以生有 可以开创时代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所以这是我们创课教育 教程式 教创课 在新的课纲来临之后 我们应该要面临的一个转变 但是呢 好很多的老师都还停留在第一个部分 那我们这两年已经开始在做 这个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的一个转变 那我们也确实也找出了一些很有效 很简单的方法可以帮助老师们 让他们很简单来做到这样的一个教学的内容 的一个转换 我想做事是有方法的 然后你真的要做事要能够成功 是要有一些战略 我们早期在推动自由软体跟开源的这个概念的时候 其实在早期第一个阶段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没有抓到重点 在Eric跟我们来花莲这个讲自由软体跟开源的概念的时候 我们跟他有了一些互动 那事实上不是不能成功 而是你想要成功的推动开源这件事情 必须要有一些策略 那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就是第一个 我们给我们必须要给你的对象 共同的目标跟愿景 你只有跟你的对象 你要推广的对象 要跟他有先把共同的目标抓出来 有共同的愿景 你们才有可能站在一起 所以绝对不要用反对的方式 去说去指责人家就是不对的 这样子只会激起人家的反弹 那在 其实在心理学里面 他其实就是你跟他站同一个阵线 他才会听你的 所以有机会听你的 你才有机会开导他 洗脑他 所以千万不要一开始就 跟人家打架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给对手双赢的策略跟方法 所以自由软体很好 那也是我们真正现场所需要的东西 但是我们就必须为了共同的目标 我们都是为了把孩子带好 为了给孩子未来有很棒的能力 我们的目标愿景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们必须给孩子一些选择 那孩子如果说 他觉得自由软体很好用 平台很好用 open source 开放硬体 开放资源 或者是开放平台很好用 那就尽量用 那如果他是家里很有钱 我就一定要用花钱的方式 那也没什么不可 并没有什么不可 也没有规定你 一定要选择国中小 一定一定要选择 你不能强迫人家 你也不能让人家用非法的方式 所以我们通常在学校的一个操作 就是我会跟你讲说 要达成这样的一个任务 我们可能会有这些选择 那如果你是 你是已经有的 或者教育处已经有买的 然后这个软体 你可以考虑 那如果你没有 那我们会给你这些自由软体 你可以选择 那这些能力也很强 甚至比商业软体还强 那可能你要多花一点时间 或者甚至它就功能更简单 或者是说 你这个专案比较适合 用什么样的软体去处理 但是呢 可能跟你的口口 跟你的口袋深不深会有关系 那在不违法的情况下 然后或者是在最好 最有效率的一个方法 我找每一个软硬体最佳的一个方式来处理 那这个才是比较好的策略跟方法 那不管是自由软体还是自由硬体 我们在推动的时候 其实必须要有一些必杀技 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找出一些明星级的软体 这个软体呢 硬体呢 可能是 就是商业软体没有办法提供的 很棒的 比如说 Inscape 它当然是除了免费之外 不管是平面的创作 向量图的绘图 那或者是雷切 可以用 3D也能用 草图嘛 那所以我们不管用 用哪 你要将来要用什么 只要是跟向量图有关的 全部都可以让Inscape一手包办 那像那个看星座的那个软体 PHET教学的平台 或者Open Source的东西 政府的开放资料等等 那这些都是以往商业软体提供不了的 而且它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操作 简单到爆 但是又强的不得了 所以当你有这些杀手级的软体的时候 你就可以提供专业的需求 然后又好学又简单 然后再来就是 你最后必须要有一个多元的 一个很亲切的一个社团 社群 然后它可以用多元的方式 去做辅导跟开导 然后面对学校老师们的需求 或学生的需求 我想这样的一个方式 相对那个硬要推给人家的方式 它是会是比较友善 然后现场比较可以推动的一个方式 好那我想我们身为国中小老师 我们的责任就是带好每一个孩子 那可是你的孩子他将来是要出社会的 你不可能跟着他一辈子 就算你是国小老师 你也不可能跟他到国中 国中老师也不会跟他到高中 所以你的孩子将来要靠自己 你的孩子将来就是自己要走完他的一生 所以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 他是一个拥有独立想法的一个个体 那身为老师 老师有老师的责任 我们其实就是要竭尽所能 让学生看到各种各样的多元的状况 要让他看到世界的多元的样态 当你的当他的选择多了 他的人生就广 就会广 然后所以我们让他知道他 他有各种选择 但是呢 在每一个选择的背后 所必须要做的付出 跟能获得的结果 我们都可以引导他告诉他 然后老师要做的工作 就是陪伴他跟辅导他 让他成为一个有能力而且正直的人 我们不能帮他负责他的一生 所以他的人生必须由他自己做主 所以我们真的是帮他开眼界 而不是帮他负责任 由于时间的关系 这个自由跟开源的概念 真的给科技教育带来一个很大的翻转 那这个翻转呢 也正在 这两年正在默默的进行中 那我希望我们的孩子 永远有更好的选择 永远可以走自己的路 那这个改变也在慢慢的发生 感谢各位 我是花莲的邱文胜